同学好,我是刘罗老师 你现在收看的是空中英语教室 四月份的杂志第一篇三颗新的文章 标题叫做Dealing with Righteous Anger 这个字念righteous 对各位来说会算是很陌生的单词 我把这个标题打到群聊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righteous 这个字你要从荧幕上光来看 就知道这个righteous 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单纯的右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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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个字很特别 好,我们在荧幕上来看吧 你会发现到这个字其实是宗教用语 什么意思啊 正义的正当的 你不觉得光这样听起来就很诡异 什么叫正义正当啊 它就这个意思叫righteous 我把这个字打给各位同学看 他们讲说上帝的行为 上帝的愤怒是正当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OK,来吧 我们要找人念例句 一方 一方来说话吧 念哪一个啊 你要等几秒钟 我刚刚突然发现到 我要换一个喇叭 这个喇叭的效果比较正对我的麦克风会把它录下来 另外一个喇叭把它关掉 来吧,念第一个单词 在荧幕上这个R开头这个字你念一下 这样吗 讲啊,直接讲 righteous 好,来吧,念一句John John is a very righteous person and always does the right thing 嗯,does the right thing 那你知道righteous的名词怎么变化 happy怎么变名词 加油,我教你happy怎么变名词 人一紧张就会当机 好,没关系 happy的名词就是happiness 所以righteous名词就是righteousness 好,再来,锦承 这个你要叫发音你就举个手啊 让我就可以叫你了 好,那锦承,哎哟,锦承自己把麦给关了 好 锦承来吧,你念一下第二个单词 VALID 嗯,这样有声音吗 摇摇,大声一点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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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啊,你要念呢,这个字VALID怎么念 VALID VALID,大声一点 好,来吧,Bob and Jeremy Bob and Jeremy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but they're both valid 嗯,VALID这个字其实它叫做有效的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它说这个令人幸福的论点 批评理由等等的 所以这个字我们所看到的VALID 它就代表最正确凿的 反正很特别 可是我常看到的是比较当做有效力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论文呢 不跟着,这个 护照,哎,是有效力的 我刚卡在这个字上面 好,来,我们看吧 这个单词大概各个同意看一下VALID 好,那今天打的单词呢 我都会把它变成一个VC VCF的单词卡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好,那再来呢 我看Emma要不要念念一下 嗯,Emma要不要念一下 好,OK,Emma来你念Warrant这个单词的例句 我把它调整一下,Warrant,来吧 Warrant,this simple decision does not warrant the amount of time we are using discussing it 嗯,很好,很好,你知道本的Warrant当名字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是保证吗 差不多,一般我们常常 你看这个Warrant在荧幕上可以看到叫时有必要 对不对 所以当名时当保证 可是当保证的话 其实我买很多电机用品 它什么one year warranty 那通常加Y会比较多 对,好,可是这个字最常用的是search warrant 就是逮捕令 他说,所以你们看警匪片 Do you have a search warrant? 就这个字 search warrant,逮捕令 很酷,就代表做这个事情是有理由的 好,谢谢你,谢谢你哦 然后呢,有必要 事实上还有一个单词叫necessitate 我把这个字打给各位同学一下 N-E-C-E-S-S-I-T-A-T Necessitate 这对各位来说这个字呢 你们可能会比较难 你把刚刚那个 那个Warrant打的打字打一打 让各位印象深刻一下 来吧,大家开始打字 Warrant,对不起 我应该把它贴给大家 来吧,大家把那个Warrant那个字打一打 你要打search warrant 打Warrant都可以 对对对 让自己印象深刻呢 对,单词打一打 有feel,有印象 好,打完了之后呢 顺便把valid这个字也打一打 让自己印象深刻 好,再来我们要打 念这个sustain这个例句 我们看谁会念,要念一下 那个,来,谁要举手啊 来吧,声权你念一下好了 来吧 嗯,sustain这个字叫持续 我在背英文的时候 最喜欢把它变成叫 support s-u-p-p-o-r-t 来声权告诉我们 因为有个字叫永续的是哪个单子啊 永续 嗯,跟sustain有关哦 充了物理化学就忘了 萤幕上出现了 你念吧 sustainable 对,sustainable 永续经营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把这个例句贴给各位同学 让你们去参考这个用法 所以语言的学习呢 就是要慢慢来的 sustain,sustainable sustain这个字有名词哦 不过我们时间有限制 所以我们就直接往下面看下去了 好,再来谁要念朗读啊 来,自己自己自己发言一下 我看,司政,司政你要念吗 司政你要念吗 来念这个例句 empathy empaty people like to talk to Sandra about their problems because she always had a lot of empathy empathy这个叫同理心 请注意啊 各位打打看吧 s开头的同 我们讲说那个叫做同情心 是哪一个单子啊 各位加油 想一想 哎呀,这个发言的时候 我要发给群人答了 他才看得到呢 好,sympathy就是这个单词呢 ponder这个字叫 努力思考成思 在英文的话 大致上会变成thinkover 就是努力思考的意思 那以前在看那个读者文在的时候 他有个叫朱姬姬啊 这个朱姬 字字珠姬的意思 好,他叫point to ponder 很酷的一个用法 所以我们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特别的语法呢 我们再往下面看另一句 好吧,再来谁要这个 雨晨,雨晨 你看好久没看到你了 来,你们朗读一下吧 雨晨 Toxic Toxic,没错 Polline Polline is in a very toxic relationship with birds and needs to get out of it get out of it 那个要联姻啊 慢慢练 人民要慢慢练 Polline 它来自于破 Polline Toxic叫有毒的 来,雨晨 好久没看到你了 应该是念大 应该念大二了吧 是不是 现在是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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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大大打字吧 有谁知道同一字 有毒的有什么同一字啊 送你们一个P开头的有毒的 大大加油 嗯,没错 大大加油 好了,我们讲到Vindicate 准备进入文章了 Vindicate叫正式什么事情的意思啊 Venomenes也可以很好啊 Venomen就是毒啊 Poisonous就是有毒的意思啊 好,英文的有毒单词还真的是蛮多的呢 嗯,OK,我们来看Vindicate Vindicate到正式为真的概念 我们来看荧幕上 你看正什么是真的 啊,他说这个调查 证明他对报纸的投诉是属实的 我把这个例句贴给各位同学看 因为发现到Vindicate这个字很特别 所以有些单词一看起来就很难背 很难念 好,我们看今天的文章内容 好,我们看找一个人来念一下 嗯,然后看看 来一方 来,身为姐姐,你你要表现一下 先找到一方,一方还在吗 有,有找到你了,来一方吧 来啦,你念第一段 我最喜欢下你心脏,来吧 There are two typ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anger you might experience in life Valid, and both are valid Valid,像那个猫咪cat,所以他叫valid Valid 嗯,很好,加油,来,先拍一段呢 The first kind I'll call center anger It's not logical Logical It's a brat A brat,没错 Brat, and it's perh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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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haps a little out of control Control 听听听听 好,我想你的心脏快跳出来了 哈哈哈哈 来吧,我换一个那个 那个刚刚我看到谁了 我看到那个程仪 来吧,程仪,你把它念完 When, when, when you stop your toe, and it hurts, that sudden anger No one has hurt you, there is no conflict Your toe hurts, and you respond Ouch, that type of anger will satisfy after a few minutes 嗯,非常好,那好 这个字其实你要注意一下 它其实有动词跟名词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到 告诉你,刚刚那个同学才高一呢 好,conflict这个字,听听看发音 Conflict Conflict 这个字当名词用 再听一下另外音式的发音 Conflict Conflict 它当动词的时候呢 比较切换一个发音叫conflict 你听听看发音 Conflict 所以终于跑到中间去了 与什么窗头 可是一般我们讲conflict 所以conflict diamond叫血钻石呢 来吧 大家把conflict diamond这个字打一打 让自己印象深刻呢 好 你们在右边可以大概看到中文啊 它把它反正就突然之间就火大了 蛮符合逻辑的 这个abrupt叫突然呢 好,来大家有背过突然吗 S卡的同一字叫sudden 这个不用打,我要你们打 那个conflict diamond打一打就可以了 out of control叫做失控 所以一方知道你的发音很重要 多练哈 比如说你弄到你的脚趾头,哎呀痛死了 这个突然的愤怒,那开始就脏话的 他擦的好,那基本上没有人伤害你 所以没有任何冲突 你脚趾头会痛呢 你会反应 哎,反应这个字 我们上次有教过他的名词 哎,各位 抢三个人 塞谁把反应的名词打一打 三位就好,三位就好,打反应的名词,respond的名词 一位,两位,三位,好,打出respond的形容词 形容词,好,形容词 形容词,各位插插看是什么东西啊 形容词也是蛮重要的单词啊 形容词是什么东西啊,形容词 responsible是负责任哦 不是哦,不是哦 负责任并没有,他的名字是responsibility 哦,打开口呢,看一下好了 哦,以前问英文,最喜欢问这个单词 他形容词叫responsive 这个字就叫做反应的 各位可以看到吗 一个反应热烈的观众,responsive audience 各位就明白这样的用法了 不过,我要教你们一个惯用语 这惯用语是蛮重要的response team 各位可以知道response team要怎么翻译比较好吗 response team 这个可能需要点中文,比较不容易 不过,大家也抢答看看 然后呢,这边是有 我也,这四月份我想开的课程试试看 response team 在右边有没有看到呢 他这样翻译反应小组 其实就是应变小组 我们在台湾喜欢这样翻译的应变小组 什么叫应变小组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人数已经到了300多人了 往400迈进,对不对 确诊案例,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有应变小组 所以看到很多的英文翻译会不一样的 subside这个字呢很酷 sub就是往下 但是跟side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它代表慢慢平息,慢慢平息 比如说我们的愤怒啦 我们的这个暴动现象的subsid 这个慢慢平息 不过各位可以猜猜看 如果这个字后面subside 好,这个我看谁要不要念念看呢 那个搜寻一下人名吧 看看有谁想念念看 云婷要念一下吗 可是 可是是发语色妙意啊 the second I will call righteous anger 这荧幕上你看到的 好,我努力 试试看,加油 the second I will call righteous anger which is legi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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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lso war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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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n't stopped your toe stopped your toe but maybe someone forward and know about your work performance that was not true or you're the subject of some gossip gossip 好,我先把你放晶啦 我们再找一个人吧 我看看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 哎,谁举手啦 举手勇敢呢 丑人 我怕找你们会怪怪的 谁要不要举个手 让我看到谁举手 谁举手 没有人敢举手啊 哈哈哈哈 然后 哎,有人举手了 哦,好,圣权 你来念一下 直接去念吗 再念这一段 给那个刚刚妹妹听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 我叫正义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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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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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 同一字叫legal 有谁会啊 知不知道立法院怎么讲啊 对啊 然后呢,刚刚因为大家没讲出来嘛 我讲一下刚刚另外一个单词 就趋一改动y 什么叫subsidy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叫补助 津贴 subsidy 所以各位在萤幕上可以看到subsidy 这可以当补助金补助款 也就是说这个字跟刚刚的评写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要特别小心呢 但我是这样互相背的 好 那个合法 立法院没人会啊 好吧,那我打给你们看吧 叫legislative院 这个叫立法院 legislative院 来我们在萤幕上看看 右手边能不能提供的解释 立法院 好 送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监察院啊 监察院叫做control院 超酷的 好 总之warranted 就变得有必要的 有道理的 叫warranted 可是我说过这个字算是一字多一 你没有弄到你的脚趾头 也许有人反而email给你说到你的工作表现 但是他是不真的 或你是某种八卦的主题 这时候愤怒 正义的愤怒就迟下去了 尤其好几天好几个礼拜 这时候你会找你的知己 开始发言 开始骂脏话了 好,那再来哪一个人要举手 来来来来念念看这一段 快,我说过是20分钟 大家踊跃参与我就讲到30分钟 加油 还有谁举手 好,静晨 来吧 你来念念看这一段 你大声点就好了 愿你的mai比较小声 你先不要瞎麦 你先不要瞎麦 这个stop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好了 这个stop 它只有四个字母 没什么特别好 这个你不要看它这个什么断肢 不是不是不是 就不小心把脚趾头弄伤的 专门用语叫stop your toe 看到没有 不小心弄伤你的脚趾头 叫stop your toe 我把它贴给各位同学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特别指的是伤到你自己的脚趾头 脚趾头啊 那我要问你呢 当它说突然之间愤怒的时候 你们自己要看哦 愤怒是anger 来其他同学打字吧 愤怒还有一个R开头的愤怒 F开头的愤怒是谁 然后呢 这个景臣告诉他什么叫involved 红语range是范围哦 involved involved 包括吧 嗯 对它这边要翻有关牵涉到一些牵涉会比较顺 牵涉到一些科学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你的身体 来吧 有点难 什么叫iswired 线呢 线没错 电线的线 Wireless就是无线 可是电线加的低呢 不知道很正常哈 那你先下麦哈 我告诉各位同学 然后另外呢 我先打一些愤怒的单子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哈 这都是你们应该要知道的愤怒这个单子 各位看到群聊区的位置哈 Wireless Indignation Rage Fury Anger 这都是愤怒该背的 而且有些单子还可以切换成动词下 Anger当动词就是激怒的意思 Iswired2在英文什么东西啊 简单来说好像身体被牵上了线 当你看一下我们电视连当电线干嘛 按一下就会开掉了 代表身体被设定就会去警告你的 关于这个危险的来临 所以这是我们身体该有的反应 所以在这边是隐身用法 来吧 我们看看Google的翻译 各位看看右手边的Google翻译 身体被警告啊 这个一警告你危险 这你可以参考了 不是最对的 但是有些很酷的用法 所以你在荧幕上来看Wire这个单词 这个字就是刚刚同学讲的电线 但这个字如果把它加上D的时候 Wire的就是比较不特别的用法了 这边可以当什么窃听器啊 很多种用法啦 你看电子设备系上电线啦 不过我要讲的是 你知道吗 Wire这个单字也是一个杂志 F-I-R-E-D-M-A-G-A-Z-E 在荧幕上你来看看 这个是一个杂志哦 我偶尔在看的 各位同学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这个是Elon Musk 对不对 地表上最强的钢铁人啊 我认为真正的钢铁人 这个杂志就叫做Wire的 所以各位同学都充实自我吧 好 下一段谁要来念一下 我们如果达到永远 我们可以讲到30分呢 Righteous Anger Donna要吗 Donna 我把Donna叫起来 Donna要不要试试看 Hello hello Donna Donna没说话 那我们就换了 那刚刚Emma念得不错 来Emma再试试看吧 Emma Righteous Anger Righteous Anger Righteous Anger is delayed and sustained It's related to your identity, success, work performance, connections you have, and even what makes you tick. There's no imminent danger. 很好 哪一个单字你比较不太会 Em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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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比较不熟 那你知道什么叫Tick Tick Tick 也 嗯 好像有点熟 有点不太熟了 忘记了 没关系 Identity应该会吧 Identity Identity是辨识或者是识别症 识别症辨识 好 谢谢您先下麦一下 我跟各位同学解释一下 他说正义的愤怒 反正就是你生气是有道理的 不是乱生气的意思 他说可能会延缓 也会持续下去 System刚刚说过持续 跟什么有关 Identity 各位要小心 其实它变化不太一样 然后我在我的字典里面 打下这个字 让各位同学来了解一下 Identify 其实这个字来自于一个重要单词 这叫Identify Identify什么意思 它叫做识别 我在荧幕上把它贴上来 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你们看到Identify 这叫做识别 但它可以当认同 这个认同先不管它了 Identical twin 是同软双胞胎 Identity 要看清楚 它其实叫身份 一般我们常讲的什么 身份证 是Identity card 识别证 是Identification card 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们背单词要小心了 那把我这一段再丢到的那个群聊的位置 你们再去看一下 所以大家要小心了 另外呢 tick tick这个字 如果你养宠物就知道 tick是你非常讨厌的东西呀 这个就是打勾勾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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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声的意思 为什么讨厌 这你看到没有 必须 你养宠物就知道这个东西很讨厌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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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这个声音啦 那这边要什么意思呢 然后跟各位同一座解释一下 然后总之刚刚说我们会该生气嘛 对不对 而且会持续比较久 跟你身份有关 跟你的成功有关 跟你的工作表现有关 这个connection不是连接 叫人脉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老是上面做 跟你人脉有关 甚至呢 What makes you tick 什么意思啊 让你生活正常运作 这都是隐身翻译哦 为什么这边闻到三颗心的原因 就在这里 让你可以生活正常下去 我们看Google翻译 一定翻得很好笑 Google翻译不知道要翻什么东西 正义的愤怒 好像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翻译出来 我看到它说 让你打勾的因素有关 你看这不知道根本翻了什么东西 但这边有蛮重要的叫imminent imminent就叫即将来临的 这个字其实有字根 不过你看字头就可以了 im就是进来的动作 所以imminent 来各位把这个字都打一打吧 让这个印象深刻 imminent就是即将来临的 即将发生的 各位把这个字打一打 imminent imminent 没有这类变化 就这个单子imminent 也可以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失业大潮 这个像海啸般即将要来袭 对不对 美国有300万人申请了失业补助金 失业补助金 告诉同学打字看看 我有教过失业救济 失业补助的英文怎么讲 看谁记得 大家加油呢 高二同学我特别有讲 Warefare 不对哦 我有讲到失业 我有讲到失业 实际上英文是两个单子 好 总之 然后呢 这一段我讲了 有这个合理的生气 这个反正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困难 在那个人的四周或在工作上班 Now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someone who gets angry over a situation Solve it and go back 他这么讲的between什么东西啊 就代表在两者之间的切换 你可能生气了 因为有个情况 你解决 那或者说你回到原来的情况 然后回到某人呢 干嘛呢 就是你可以再继续再生气一点点 好 然后他已经提醒我的时间不够呢 不过那个字我先把它关掉 来吧 我们再找个人来念一下 来谁要念一下这一段呢 有一个叫user的 我把它解除一下 这个静音 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 看看user 因为你这么上面没有出现姓名 你要不要念一下这一段 righteous anger 好 他没有发出声音 那我们看看 那个有一个人叫做 Kenny Kenny要不要呢 要不要念念看Kenny 直接念咯 不要客气 好 righteous anger can make you difficult to be around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someone who gets angry over a situation so it and goes back to normal and someone who is known as being angry and bitter 好 挑战一下来什么叫bitter 苦的 嗯很好啊 然后between是这边两者之间 这两者有点长好 我现在把它颜色把它框记的就是这么长是一个这个a的意思 那b就是someone known as being anger 你觉得angry是愤怒 那跟bitter在一起是为什么呢 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给你一个甜情提要让你放轻松一下 他说我们会有生气 我们是合理的生气啊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在那现场很困难 所以这两者的心情我们正在切换 第一种人呢 就是因为某件事情我们生气了 那我们解决问题了 后来再回来我们自己正常该做的事情叫go back to normal 那另外一种人呢 他们把它叫做 来挑战后面 someone who is known being angry and bitter 试试看 嗯生气又有点难过吗 嗯难过应该叫depressed 对不对 好 是 难过或者是sad 好嘞 我帮你解释 那你先让你下麦了 这个bitter你们来翻字典 这个就是苦 我一般讲什么苦啊 良药苦口的苦啊 就是这个单词呢 那这边讲说你看到没有 极微不满的 怨恨的 无法释怀的 我们中一个说法比较好被 心情觉得很苦涩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各位就比较明白了 ok 刚刚有同意打出了unemployment benefit 这就是我要你们打的单词呢 所以bitter 这可以当作苦的 令人痛苦的 愤怒的 所以代表充满仇恨的 愤怒的 你看到没有 the bitter fight 所以总之这个bitter 这个苦好 由他发展出来 难过的话比较说 我这个人就是退回去 可是这个beat是说 我有点好像想要报仇的 手上拿刀 我一定要先砍人的 就是谁得罪我砍谁啊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单词 然后呢 我们再找个同学 把今天的例句把它念一下吧 日善要挑战一下吗 日善日善 哈哈 有的没声音 没关系 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 因为他免费的时间 就只有让我使用40分钟 来吧 我打的字 各位来讲一讲 把正义的字打一打吧 各位加油 righteous把这个字打一打 righteous 公平正义的打一打 公平正义的打一打 righteous 好 然后呢 有效的 我们讲护照有效的 V开头的单字五个字吗 大家打完就可以 顺便打一下那个字 好 那再来呢 有个字叫sustain 大家听发音打单字吧 sustain 其他同学打的不够快 赶快看其他同学打字的作为复习 让自己印象深刻 sustain 他的词类变化 搜索令 时有必要那个字叫warrant 大家打字一下warrant 算是蛮重要的单词呢 很好 超快的 那同理心 注意哦 不是同期心 同理心一一开头的这个字打一打吧 这算是蛮重要的单词呢 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单词叫ponder 听听看发音 ponder ponder 音试的发音 ponder ponder 做了那边好好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各位如果看例句话会发现到 他没有用任何的这一词耶 他直接就是ponder ponder her next move 努力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所以point to ponder 我们常常讲说人生很多思考的重点 没错 ponder是一个重要的单词呢 我看有什么单词各位值得打的 有读的 各位打一下吗 toxic 打打打看这个单词 那顺便多交给各位同学一个单词 intoxicated 如果我们课程继续下去的话 礼拜六的时候讲解的是CNN 那个文章跟今天比直接高三倍以上 然后呢每个月200块钱 总计加钱时间一定超过的80分钟 所以欢迎各位同学 私讯我吧 找我报名 这个单词叫做intoxication 中文特别叫做intoxication 特别叫做酒醉呢 那但是它隐身很多用法 可以当陶醉 所以这个单词呢 我把各位同学打给同学看看 让你印象深刻 好今天的课程呢 就这么到此为止了 我们刚刚引一把的空中英语 就是第一天的分量 某一天的分量讲解完毕了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各位同学觉得这样互动好玩的话 想象New York time的程度呢 文章的难度变得五到十倍以上 常常去分析 每个月只要200块钱 然后你看我五个人就开班了呢 总之礼拜六晚上10点 围起20分钟错过的话没关系 我都有录影课程 就像你现在看到录影的课程 而且不透过zoom的录影 我自己录影下来的 所以各位事后随时观看 事后还会提供你VCF档案 什么叫VCF档案 反正你们找我 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很好用 你自己手机打了两秒钟 可以回顾文字的内容和重要单词 好找我咯要上课吗 拜拜咯